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说我身边有一位七十岁的老居士 他人很老实 皈依时间不长 现在脑尾俗 赤贺都需要人帮忙 他说没有生病的时候 他说临终叫我祝念 我满口答应 现在病重 我把佛像念佛机都安排好 他很欢喜 过了一段时间 并不发展了 他也不念佛了 我去看他听到念佛 他就心返不爱听 怕他身沉心 以后我也不去了 不知如何是好 古真像你这里所说的 你不去也可以 或者从侧面去探听一下 看看他静况如何 这些是属于业障现前 过去我在台湾也曾经遇到过 在讲经的时候 好像我也曾经提到过几次 这个从前 元山林基寺 这个念佛堂 念佛会 副会长 临到齐居寺 是个非常虔诚 那么他的发气都很熟 念佛会 每一个星期集会念佛 他当为诺 临终念佛 临命宗时 他也是癌症过失 临命宗时 给这个老太太一样 听到佛号 就厌烦 不准人呢 给他念佛 这一页这样的心情 所以 我们听到了 看到这个现象 我们也把它当作 佛菩萨视线来看待 由此可知 平常 消业障 这一桩事情 一定要认真 努力去做 到临终的时候 业障现前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真的是 神仙都帮不上忙 业障 一定要在平素 认真 去消除 那么消业障 的根本 我们在讲习里头 常常跟同学提示 也互相勉励 业障的根 就是自私自利 是非人苦 无欲六成 贪称吃慢 这业障的根 这个根要不断 要不把它拔除 我们念佛 都不能往生 纵然 临命中时 没有这些魔障现情 也只能够生 三善道 要想脱离三界 往生净土 非常困难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念佛堂 堂主 尸丸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